有些民眾可能會想要瞭解 預估在晚間會抵達臺灣的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他到底是一位什麼樣的人 他從政期間是長期關注六四天安門事件 還有香港 新疆和西藏等 中國的人權議題 三十多年的從政生涯上 他始終保持信念 今年八十二歲的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預計二號晚間飛抵臺灣 此舉引發中國強烈不滿 而其實裴洛西從參政初期 一直是中國政府的嚴厲批判者 裴洛西自一九八七年起 擔任美國眾議院議員 根據BBC報導一九九一年 天安門事件兩年後 他親自前往天安門廣場 和同僚向罹難者致意 中國警方發現後 將裴洛西等議員趕出廣場 同年他提出美中法 要求中國改善人權 否則取消對中國的罪惠國待遇 當時法案已通過參眾兩院 後來老不惜動用否決權才落空 二零一九年九月 反送中示威後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等人 前往美國國會參與香港人權 與民主法案聽證會 當時裴洛西大表支持 還邀請港人出席共同記者會 同時他也關切新疆和西藏人權 除了多次強調美國有義務關注 維吾爾人在教育營議題 領導眾議院通過防止維吾爾人 強迫勞動法案之外 也出席今年六月世界國會議員西藏大會 表達支持西藏人民 此次裴洛西的亞洲行 預計出訪臺灣 也說明他在三十多年的從政路上 始終保持信念 公視新聞網雅方編譯